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2018年,一部《沿喜攻略》,把吴景言推向了娱乐圈的中心,受到万众瞩目。 作为2018年最红的女主角,吴景言在《沿喜攻略》后,频频参加各种活动,可以说刷足了存在感。 12月31日,2018年的最后一天,跨年晚会的舞台上,自然也少不了这位今年的话题人物了。 31日晚,各大电视台纷纷拉开了跨年演唱会的序幕,每一家电视台都是重。 娘的感觉,简单清秀一点就感觉非常好,但跨年晚会上的强行热舞和火辣装扮,真的让人感觉太尴尬,太辣眼睛了,也不知道主办方是怎样想的。 但也有网友说了,跨年演唱会就是看个热闹,大家高兴高兴就好,不必太苛刻了。 其实,小编也觉得是这样的,跨年的装扮和表演内容,也不是吴景元能够决定的,都是按照主办方的要求来,能看到吴景元的另外一面也挺好的,不必太在意。 不知大家,看到吴景元的表演有什么感觉呢?